再来关心天气的消息 今天上午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还看得到太阳露脸 不过不要被这个太阳给骗了 因为下午强烈大陆冷气团就要南下开始变天 接向局表示29号到30号是冷气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 北部气温恐怕会下探到10度 所以民众要注意保暖 27号早上太阳露脸还晒得到温暖的阳光 不过好天气持续不久 强烈大陆冷气团即将报道 从晚上开始各地气温将明显下降 今天下午开始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加上这个华南有水汽移入 所以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 那低温的部分的话 今天露夜北部会降到大约13到16度 中南部约到16到18度 28号早上北部和中部高温不超过17度 在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会出现短暂雨 气象局也针对28号晚间到30号清晨发出低温特报 那我们气象局有特别发布了低温特报 提醒大家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 一直到礼拜六的清晨 都会在台南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 还有金门马祖将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 气象局预估强烈大陆冷气团会持续影响到30号一整天 要到12月1号礼拜天温度才会回升 民众要多添加衣物注意保暖 UDN TV蔡宗卢周思瑜台北报导